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三十年前我们曾试图努力要把民主旅程项设立在天安门广场 可是短短几天就被坦克推倒了 那些追求民主的那些勇士们很多人献出了生命 我也是在那场残酷的镇压中受到了伤害失去了双坦 反正大家说我是坦克人 我没有那个坦克人阻拦坦克的勇气 但是我是坦克镇压暴政的一个幸存者 一个见证人 所以今天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在这里 看到有这么多当年的 我们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些 整个历史情景的一幕一幕的在线 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而且这一个简报都是当年台湾媒体的报道 那些照片也是台湾人的所保留下来的这些资料 所以我就知道 在三十年前 在我们大陆的对岸 在台湾 你们跟我们是新年新的 你们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就像刚才邱主委的那个发言 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我们有共同的追求 共同的理想 可是三十年前 中共的屠杀 使得这个道路分开了 台湾到今天 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完备的 比较完备的民主体制 包括像邱主委和廖执行长这样 官方的 能和民间的一起 能共同的来守护这个民主价值 可是在中国大陆 我们对民主的这个道路 还依然是非常的遥远 非常的遥远 直到现在 我们常说 六四镇压并没有结束 尽管三十年了 因为当时镇压六四的这个政权 就是现在这个政权 是他的当时的继承者 对六四的镇压 他依然在继续 那些当年六四的那些 受到杀害的 天安门母亲们 那些大量的六四的受害者 还依然在中国 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就是在现在 每年就有很多人 因为只是想 记忆当时 只是想对六四 有一点点表达这么一点纪念 中国政府都不能允许 会把他们抓入监狱 判以重刑 所以说六四 这项镇压并没有结束 我们的民主追求也没有结束 尽管我们知道 中共现在的这个集权 是越来越强大 它不仅阻碍我们对大陆人 对民主的追求 甚至于对台湾民主 都有了很大的伤害和渗透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个活动 真的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们希望台湾同胞 能够守护住我们华人的民主示范 来让台湾的民主灯塔 这周能照亮大陆 我们一起努力 因为民主是我们共同的价值 谢谢各位 谢谢